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放心吧 郝掌柜会照顾好老爷的 嗯 我在苏家地牢里发现了另一份认罪书 想必城主大人得到的那一份 是裴老爷在逼迫下写的 但如果凤冠真是苏家所到 为何我从未在苏家看过任何有关凤冠的绝迹 会不会是他们计划失败 没有拿到凤冠 要不然就是研究不明白上面的计法 凤冠上的一般计法 我父亲当年已经基本掌握 而我学会的计法 一部分是我父亲亲自传授 另外一部分是前辈们闲暇知语传授一二 是 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做 只要撑住 主持公道 可老爷是官府认定的罪人 我们也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 他被苏家扣押 这无疑是把老爷往火坑里推啊 爹现在 是朝廷重犯 我们不能将他公之于衷 与苏家证明抗衡 而苏家为了隐藏犯罪事实 想必最近也不会有什么动作 我们也只能先保平安了 舅舅 你放在说此人是误打误撞发现的裴楚风 那他为什么 一不驻留此地调查证据 二也不及时报官 反倒是晃晃忙忙 将人给带走了 这分明是想护他周全 我觉得这件事情 跟裴姐脱不了干系 如果真的是裴家的人 那裴楚风八成已经在他们府上了 这裴楚风既是重犯 我们何不禀报城主 去裴家给他来个妄重作弊 舅舅 糊涂了 我们从来没有关押过裴楚风 又如何得知他还活在世上呢 而且我们能想到 及时处理掉密室还有地牢 那裴家的人 也可以第一时间将他转移走 这裴楚风是重犯 裴家的人没有十足地把握 不敢轻举妄动呢 不敢轻举妄动呢 如今我们两家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互相撞糊涂 对对对对 舅舅机糊涂了 进 少爷出事了 又怎么了 您过来寻双双姑娘的打手全都 全都死了 什么 怎么回事 小的也不清楚 双双姑娘还没找到 就先在西式巷子里发现她们的尸体 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 到底是什么人 老爷 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他们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你到底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委屈啊 可惜老夫人先行一步 没能再跟你见上一见 你可认识山靖天 你知不知道 是谁诓骗她盗取凤冠的 凤冠 凤冠 不是我 不是我 我 我没有到凤冠 没有到 没有到 没事 我没有到 山姑娘 你跟苏培两家的恩怨 我都听说了 我在赔福几十年 所有事情我都看在眼里 我本无权多言 可如今 老爷既然活在世上 我就想替他说上两句 当年凤冠一诗 城主大人官职不保 云翠城也岌岌可危 可就在这个时候 苏雨萱 拿出了一顶替补的凤冠城了上去 算是救了云翠城的命 换得无数的冥王 但是你想想 短短几日内 他们怎么可能做出这么一顶 进贡皇家的凤冠 这分明是 有人早有预谋吗 如今又在苏家的地牢里 找到老爷 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双双姑娘您冰雪聪明 想必无需我再多言 想必无需我再多言 姐姐 我知道这些年 都是你独自在承担这些 我们是一家人 你还有我呢 以后不会让你承担这些了 而且我相信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证据 给你爹 和我爹一个交代 你 好 好了 你还有我呢 不哭了 眼下苏爵已经知道 我爹在府上了 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使坏 我们还是得先把爹藏起来 再从场祭 可如今启陪阁败露 谁会接着烫手的山芋呀 要不就住我家吧 你家 我和丹丹在西方向 有一处安静的宅子 虽然简陋了些 但是也是能住人的 那我和老爷一并住过去吧 我在哪儿 老爷也好有个人照应 多谢了 你醒了 受伤 你没事吧 我当然没事了 倒是你干嘛要逞强 我 我担心你嘛 想当你的胡话使者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思开玩笑 我 我的腿 我已经帮你联系了最好的医者屈郎主 他马上就到 我的腿很难好了吧 别说丧气话 屈郎中是最好的神医 他一定有办法的 就算我的腿真的治不好了 有我的一双腿换你的周全 值得 千万不要自责 谢谢你 请 去 郎中 我来看看 少爷 我这双腿要是治不好 以后可能没办法伺候你了 你别胡说八道 如果你腿真废了 后半辈子我伺候你 他的骨头全部碎裂 眼下该怎么办 我只能徒手接骨 然后勉强站立起来的时候 加以锻炼才能恢复过来 其一 他的碎骨程度有些严重 我只能靠 触绝感知为他解骨 不敢保证完全对上位置 即便站起来 日后也免不了跛脚 其二 续接碎骨的疼痛程度 常人难以忍受 恐怕 要造些罪了 你是双双心人的义仇 我也信你 开始吧 他看不到这些 两个姑娘 帮我打把手 好 放开我 杀了我 他 他 你 他 他 他 的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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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吃了 放开我 放开我 疼 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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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来 来 我再把把麦 怎么样了 放心吧 很成功 对了 我好像找到了 来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水胆琥珀 没错 随着当年的风管一诗彻底销声匿迹的东西 没想到 竟然被你一直挂在脖子上 这琥珀为何会被樊石包裹 我当年听我娘说 这水胆琥珀极其珍贵 若长时间暴露在外的话 便会石秀 表面会形成鹅卵般的东西 正因如此 我爹先前是用琉璃做壳 将其包裹 才安置在凤冠之上的 这凤冠的顶部 是用的活钗法 献给圣上 亦可自行拆行 想必这琉璃壳 早已被打碎 所以才会被樊石包裹 我只是没想到 少虎已经将其 一直藏在了丹丹身上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寻找封冠的另一半残骸和诛事 现在想想 真是可笑 如果我没猜错 随着水胆琥珀的遗失 另一半的封冠 应该也在当年的打斗之中 遗失在了荒野里 要不就是在 苏家 封冠一直在他们手上 可却研究不出个所以然来 还害别人家破人亡 真是可恶 怎么样 她吃了我开的药 已经睡过去了 你们大可放心了 大恩不言谢 双双在此给您鞠躬了 你这丫头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跟我提谢子 去郎中 我还有一事相求 何事 还有一位病患需要您的帮助 老夫今日累了 先回去补个觉 有什么事 咱们明日在意吧 好 那明日我去府上请您 有劳了 你是想让她治裴老爷的疯病 嗯 治我治 姐姐也 真的可以治好吗 不妨让屈郎中一试 如果连她都没有办法的话 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这刀法的细腻程度 着实看不出只练习了术与月 我素觉穷尽一生公年 到底差在哪儿了 怎么样 少爷 如您所说 裴府确实连夜送出去了一个人 但是 在北市巷子口的时候 他们分两路走 胡同里的路错综复杂 顾得人跟丢了 废物 少爷息怒 我们已经确定他们就在那一带 兄弟们也在连夜翻找 应该马上就能找到 找到之后 住址 是 裴裴 你错就错在处处与我为敌 怎么样了 来 咱们坐下说 他这是九处极其阴寒之地 拾起攻心 在家受到重大刺激 精神崩溃所致 那有办法抑制吗 老夫倒是可以 施针将他体内阴气逼出 待他穴位打开之时 若是能再度刺激 用使他恐慌崩溃之物 以毒攻毒 或许能够恢复神志 那会有危险吗 生命危险倒是没有 但是若不成功 精神 怕是更不如从前了 我爹生平一身傲骨 若是让他自己来选择的话 这样苟且地活着 不如搏一搏 那会不会被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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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来的 你突然说 你这样子 他被骗到 他被骗到 那会被骗到 你那会被骗到 那一旦 我那不在 你那会被骗到 你那样 你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爹 爹 我是裴佩啊 我是裴佩 您的佩儿 您还记得我吗 爹 爹 爹 我是佩儿 您看看我呀 看来不够啊 爹 或许 我有办法 这就是传说中的灰月凤冠 爹 您看一看 您可认得此物 您有监控 您识 您给我打给啊 这都不死 居然还要活着 饿呀 你给我吃 老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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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 真的尽力了 这是我们的选择 不是您的问题 老爷会有什么危险吗 此凡上了元气 日后需要多加条例 才能恢复体能 但是不会危及性命 还请放心 今日您也辛苦了 就先回去休息吧 好 我送您 告辞 先生慢走 放心吧 老爷不会有事的 我来吧 来 老爷穷极一伤 铺在誓言上 却落得这般下场 如今再也不用操心身外事 也许对他也是个解脱 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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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在这儿呢 佩儿 爹 来 我就是佩儿 你认得我了吗 都长这么大了 爹 佩儿 爹 我来了 是 您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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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了 不可以了 我有一个妹妹妹妹出售 适合一面 好多久 我都不要红的 您好好的 您好好的 那个说实话 没想到裴老爷不但活着回来 还治好了疯病 真是老天有眼 是啊 这种时候我也想尽一份力 可惜我现在端骨在床 什么事都做不了 你就好好安心养伤 其他的事情不用担心 什么人 你 你 说 是不是苏绝派你来的 爹 我们吃饭吧 老爷 慢点 来 老爷 坐 这位是 我是丹丹 是起陪阁的 啊 爹 丹丹现在是我们 起陪阁的大掌柜 也是我的 未婚妻 坐 好 好 更重要的是 她是赵护卫的遗孤 什么 丹丹姑娘是赵护卫的女儿 当年赵护卫为了护我 丢了性命 如今你能见我们裴家 也许是上天给我一次报答的机会 来 吃饭吧 丹丹 姐姐回来了 你们没事吧 没事啊 快坐下吃饭 阿六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吗 嗯 多谢 培儿 这位姑娘又是 这位是双双姑娘 当年被人旷骗盗取风关的 单景天就是她的父亲 什么 哎 当年那场事故 卷进来多少无辜的人 更可恨的是这么多年 让这些孩子们也无辜地牵扯其中 哎 有些话 我本不该当着孩子们的面说 但着实不睹不愧呀 十八年前 苏志燕为了一己之力前来强盗封关 为丞相大费周章 毫无守护 当时封关却四分五裂流落民间 我又要怨 也只能怨那苏氏一家丧尽天良 不了 那苏家得了封关之后 依旧不肯罢休 几次三分散播谣言 说我坚守自盗 甚至于还掐着我起培壳的商业明白 威胁我 逼我培尔退出斗鱼大赛 培尔 当初是爹我呢 爹对不起你 爹 到最后 那苏爵的娘舅汪舅 在客栈设计陷害于我 在我一关就是十几年 这些年我在里面勾研策船 真不是鬼不鬼的 爹 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咱们就不提了 既然现在一家人已经团聚了 我们先好好吃顿饭 你放心 我绝不会让恶人逍遥法外的 来 来 爹 您先吃 这还想好 好事 单单 你们先进去 注意安全 姐姐 没事吧 没事 肯定是苏府派来杀裴老爷灭口的 刚刚在裴府我也降服了一个 不过跟他们一样 害怕身份暴露都咬蛇自尽了 那我们去哪儿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暴露了 回裴府 奉天承运 随 云翠城城主 截止 废 连一个垂死的疯老头都解决不掉 我养你到底有什么用 少爷恕罪 我万没想到裴家有如此高手 是我疏忽了 别跟我说这种屁话 你自己讲 现在要怎么办 少爷 承住急诏 接着去找 要是再有半点差池 你就跟那帮死侍 别灰戏吧 见过城主大人 免礼 不知城主大人计诏我们所为何事 这 你没看错 皇后病危 却一直心心念念当年的辉月凤冠 说未得凤冠 一直是她的遗憾 圣上命人快马加鞭送来一旨 命我们火速还原当初图稿上的辉月凤冠 聊了皇后娘娘的夙愿 大人 这当年裴楚风坚守自盗 私吞凤冠之后 我们苏家不是按时交付了 另一顶凤冠吗 当年你们苏家临危受命 确实交出了代替之物 让我们免受圣上的责罚 可你要知道 当年的辉月凤冠 皇后娘娘并不满意 草草完了几天便扔进库房 连寿宴当天都未曾佩戴 那里可是皇宫 什么稀罕物件没有 岂是我们随便可以应付的 可是盛主大人 就连当年的裴楚风 率领那么多名将 也是历经数月才做出的辉月凤冠 如今皇后并未时间紧迫 我怕 这是上面的命令 不是同你商榷 说来也是荒唐 我堂堂云翠城 现在唯一拿得出手的 只有你苏玉萱了 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必须尽快还原一顶新的封冠出来 要不然你苏玉萱的招牌 也是可以摘了 是 我会把当年图稿送到你府上 马上动工 切勿耽搁 若污了圣命 谁都吃不了 兜着走 是 是 走 小心一点 不 怎么样 一二三 小心啊 小心啊 怎么样 用得还顺手吗 你看 特别顺 老爷 爹 老爷 我这推脚不便 不能给您行礼了 免了吧 大家现在沦落至此 融入与共 谁又是谁的主子呢 爹说得没错 大家现在是一家人 没有那么多讲究 爹 您的身体怎么样了 我的身体还好 没问题 想我陪初锋 穷尽一生拼拼闯闯 到最后 终究还是一场空啊 老爷 老爷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起起落落 跌跌荡荡 有失有 有失无 如此这般才过得精彩啊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 与人斗 与天斗 其乐无穷 这日子还长着呢 该有的 总会有的 只可惜 乡君如今已经不在了 好 不说这些了 老夫今日亲自下厨 给你们做顿好的 可是爹 您的身体 喂 又不是什么体力活 再说 你真把你爹当成废物了 你们是不是多年没有品尝到我的厨艺了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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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摘菜 我也不是废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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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您一夜没睡啊 怎么样了 这图稿我们研究了一晚上 这玉雕纹路极细 镂空隔断 微乎其微 就我们几个的本事实在是做不出来 除非 除为什么 除非有极品原石 不管如何下刀都不会破坏光泽度 更不会碎的 你说的是女娲娘娘的补天石吗 四境八成哪里还有比苏玉萱更好的原石 我养你们这些废物有什么用 金营那边怎么样了 请 回少爷 奉官三分之一部分用的是 之前善姑娘留下的金银错记忆 我们几个虽然手法没有善姑娘娴熟 但是也勉强够用 关键是 这欠诛和容编的手段 我们实在是琢磨不逃 废物 全都是废物 苏少爷别光顾着发脾气啊 城主交代的时日可是有限的 你还是要尽快讲想其他办法 我这不想着呢吗 我可是看不出来你正在想办法 倒是向小孩过家下一夜 这个凤冠恢复的时日 关乎到整个云翠城的安危 你好自为之吧 我有什么打算 那找你指手画脚 你 放 放手 那个 我们家少爷这两天压力太大 精神过于紧张 您消消气啊 咱都是为了大意 你别往心里去啊 那个 消消气啊 俊儿啊 他是城主的人 你跟他置什么气 我管他是谁的人 他懂什么呀 在这儿说三刀死 行行行行 我知道你压力大 但是咱得先想法子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呀 关锦的琥珀 找到替代了吗 我联系了秦老板 他找到大货源 说是寻到了一颗 价值连城的烟鸣柱 正在路上呢 好 稳住 行行行 我去看看去